大家好,丹麦以及德国媒体都报道了 北溪2号三条管道同时发生爆炸 丹麦的国防部今天也发布了现场的视频 这是丹麦国防部发布的北溪2号爆炸的现场视频 从现场照片也可以看,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丹麦军方公布的图像显示,数百米海面出现了天气泄漏 实际上北溪2号是从俄罗斯到达德国的一条管道 经丹麦的水域发生爆炸 两天前在这个方向出现了大量的不明国籍的无人机 也有美军的直升机在这个方向进行巡逻 所以现在有怀疑很有可能是美国、西方 特别是北约切断了北溪2号 丹麦国防部最新的消息 丹麦的护卫舰以及环保船 已经派往了北溪2号天气管道泄漏的现场进行处置 丹麦的国防部公布的照片显示 丹麦的护卫舰叫阿博撒龙 另外还有一个环保船叫托尔森 环保船 这两艘军舰已经前往了泄漏地点 那要对现场进行监测 这次爆炸的地点呢 我给大家从图上啊 从图上给大家介绍一下爆炸地点 在这儿 爆炸的位置呢 在丹麦的这个北部 丹麦北部 在这个方向 这是丹麦 叫伯恩霍尔姆岛 大家看到伯恩霍尔姆岛 那么它的北部 就是这次北溪2号爆炸的地点 大概是这条虚线的位置 看到了吧 虚线的位置 就是爆炸的方向 那现在呢 相关水域已经封闭 瑞典的地震中心报告 北溪2号天然气泄漏的区域 记录到强 记录下强大的水下爆炸 那现在德国的说法呢 这一次北溪2号 它的管道爆炸 很有可能是外力因素造成 那现在呢 不能排除啊 是人为破坏 并不是技术原因 而是人为破坏 那么 炸毁了北溪2号的这个管道 那现在呢 三根北溪2号天气管道 同时遭到破坏 那么现在俄罗斯方面呢 最新的声明表示 无法估计恢复北溪天然气管道 技术设施 相关的时间 无法估计 所以呢 现在这个三个管道都同时中断 也就是欧洲现在完全 切断了和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联系 这个事情呢 现在俄罗斯媒体的分析啊 很有可能是美国干的 这是我直接告诉大家 俄罗斯现在分析很有可能是美国干的 俄罗斯媒体呢 现在也列举出了很多事实 我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呢 实际上是飞行记录 显示呢 在北溪2号 它爆炸的当天 出现了6架美国的直升机 6架美国的直升机呢 是MH-60S 而且呢 是沿着北溪2号 爆炸事故现场 飞行路线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沿着飞行路线 现场 再轻飞行 可以看到这个飞行轨迹非常清晰 就是沿着这个北溪2号 它这个管道附近进行徘徊 那实际上呢 现在呢 俄罗斯媒体分析啊 很有可能是美国故意破坏了北溪2号 德国媒体呢 也分析啊 北溪2号管道呢 很有可能是人为破坏 因为德国媒体分析 管道呢 之前出现过压力突然降低 突然降低 随后发生爆炸 那么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种呢 是使用的是潜水员 在水下对管道进行了破坏 另一种呢 是使用潜艇 潜艇 对管道进行了破坏 我个人判断的 有可能是使用的潜水员 因为管道突然压力 管道压力突然降低 很可能是潜水员在水下 对管道进行了破坏 随后安置了炸药 爆破了这个北溪2号 三条管道 现在德国联邦呢 已经将这起事件立案 随后呢 将展开调查 但我觉得这个事件呢 最后会不了了之 因为背后如果是美国的话 德国呢 也很难 很难查找出真相 那现在整个丹麦的 专属经济区啊 丹麦这个专属经济区附近 已经完全封锁了 北溪2号呢 之前大家知道 是从俄罗斯 经波罗的海 南下倒到德国 到汉堡 那么这条天然气管线呢 实际上向欧洲提供了 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么现在 俄罗斯天然气中断 向德国提供 那么德国未来呢 整个欧洲的天然气 将完全中断 乌克兰的作用就增大了 因为现在乌克兰的这条管道 还在向欧洲空气 北溪2号中断 北溪1号中断 只有乌克兰一条管道 那么乌克兰的作用将提高 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 乌克兰会获得筹码 这我大家看懂了吧 另外美国 美国可以向欧洲提供天然气 大量的天然气从美国购买 美国可以加价 所以呢 最简单的道理 美国才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俄罗斯如果自己炸毁了 这个北溪2号 对俄罗斯损失去巨大 商业上的信誉 包括对欧洲的控制 就完全失去 所以呢 现在来看 俄罗斯不会自己做 欧洲也没有理由这么做 那么现在来看呢 最大的嫌疑就是美国 而且美国是有能力的 有一些国家呢 它水下技术不行 它很难对北溪2号形成破坏 那现在来看呢 很有可能是美国 那现在北溪2号完全中断以后呢 实际上大家看这个世界地图 俄罗斯的天然气将很难输送到欧洲 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只有乌克兰一条管道 而且乌克兰未来很有可能也会恰断 也就是说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贸易将终止 那么俄罗斯的天然气未来呢 将寻求新的买家 也就是转向中国 转向东方 向中国提供天然气 通过萨哈林 通过日本海 向日本也很有可能向日本提供天然气 韩国提供天然气 所以未来俄罗斯天然气会向东北亚地区提供 欧洲将失去天然气 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实际上欧洲被绑架了 那你看这一次北溪2号爆炸以后 欧洲被绑架了 美国牢牢地掌控了欧洲 你的能源必须从我美国进口 我美国可以从中赚差价 所以我说 欧亚大陆 你看俄罗斯提供天然气 一方面向欧洲 一方面向中国 两台发动机 俄罗斯提供能源 但现在美国介入 因为俄乌冲突 因为意识形态 欧洲将失去俄罗斯的天然气 俄罗斯的能源 那么被迫依赖于美国 那么现在看欧洲 欧洲实际上被美国碎片化 也就是欧亚大陆 欧洲部分 被美国牢牢控制住 用北约牢牢控制住 用俄乌战争 撕裂了欧亚 也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 不能提供给欧洲 那么现在看中国呢 会获得更多的俄罗斯天然气 印度 印度 印度未来也会获得更多的俄罗斯天然气 这是未来的方向 所以来看整个天然气市场 会出现一个变化 天然气价格也会出现变化 特别是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会暴涨 那么欧元 欧元 我现在不看好 欧元未来会非常困难 大家知道欧洲的经济 现在雪上加霜 这条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也表示了 很难再恢复了 这回爆炸的现场来看 烈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俄罗斯要想重新修复这条管道 遥遥无期 也是现在欧洲 特别德国 今年冬天将非常难过 非常难过 整个冬天将不会获得俄罗斯的天然气了 这对德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对整个欧洲来说 整个欧洲的经济来说 雪上加霜 现在欧元一直在贬值 美国在加息 所以现在从整体上看 欧洲是这次俄乌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我说过 手里持有欧元的要谨慎了 欧元会持续贬值 但是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欧亚大陆联合 首先是欧亚大陆两台发动机 中国 欧洲 两台发动机 不能熄火 那么现在看欧洲很有可能会熄火 美国实际上碎片化欧亚大陆 它只要让两台发动机的一台熄火 欧亚大陆 就非常危险 那么现在看美国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美国已经让欧洲熄火 那么现在 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将逐渐的加深合作 未来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重心将转向东北亚地区 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这是今天北溪二号爆炸事故 我个人的看法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